今天要来跟大家讲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字母画面 不止一个 你想要用好几个 怎么办呢 其实威力导演是可以支援非常多个字母画面 如果是威力导演7的话 它字母画面可以用到最多6个 那这到底应该怎么开启呢 来请看这边这个按钮 好 这个按钮 它是干嘛呢 在 播放轨管理员中 在播放轨管理员中 将更多的字母画面 加入时间轴 那按下这个按钮以后 它就会跳出一个实创 它会问你要用几个 来我们来按一下试试看 好我们按一下 好跳出来了 好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好 这里面有几个是可以选的 有几个是没办法选的 像这个 它这个 这里啊 这几个 一 二 三 主要影片轨 主要特效 子母画面 一 你看到它前面这个 打勾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取消勾选的 也就是说它一定会有这几个轨道 那底下的也是一样 文字啊 配乐轨啊 这轨道也都一定在 是没有办法取消的 而可以 由我们来选择的 有哪些呢 中间这些 包括子母画面 二三四五六 你只要 你如果需要用 你只要在这里打勾 它就会显示 如果不要用 再把它点一下 取消 它就会隐藏 那如果你需要用到 你就开起来 好 确定了以后 就按下这边的确定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现在我们现在 子母画面一 跟子母画面二是够的 如果再开一个 点了 好 下面这边就是我的 目前已经使用到的 子母画面一 跟子母画面二 如果再开第三个 底下会再加一个轨道 好 我已经点了 点下了第三 按下确定 好 它下面又多一轨了 不过你也可能要来看一下 右画面的右边 这边 好 你会发现 卷轴变得可以拉动 下面这边呢 多了 多了一段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轨道 用的轨道越来越多 它这个长度不够显示 那它的卷轴就会出现 那你如果没有注意到这边 我开了 怎么没有啊 不要紧 我们只要抓住这个卷轴 把它往下拉 往下拉 这样就会出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出现 往下拉 你看这边 诶 子母画面 鬼三 已经出现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再加东西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一直要拉来拉去 很不方便的话 注意 这边还有一颗按钮 请看 这个叫做符合时间轴 也就是说当你子母画面 鬼拉了太多的时候 那你有时候要拉来拉去做调整 不是很方便 这时候你只要按下这颗按钮 它就会变得 怎么讲 它会变得正好符合我们时间轴的长度 那会方便许多 好 来 我们接着开始做 这时候我就要按下去 你看 现在有卷轴 有 现在卷轴 有 我们按下去 好 你看 卷轴消失了 而这边所有的轨道都列出来 看到了吗 好 所有的轨道都列出来 每一个轨道都有 好 那这就是 使用多个字母画面 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操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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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